賴清德總統對兩岸的論述 前所未有的強烈比蔡英文要強硬100倍 我認為根本是美國人給他的稿 幫美國人當打手的 賴清德總統講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所謂的美中台三方關係的 就是我們的國安部分是一個大的部分 那個部分是台灣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強烈 民主開放以後 賴清德總統再重複一遍 賴清德總統對兩岸的論述 是前所未有的強烈 他雖然嘴巴講說他遵循著所謂的蔡英文路線 但是他是比蔡英文要強硬100倍 100倍以後會出什麼事情我不知道 但是我個人大膽假設 賴清德對中國大陸這次的攻擊或挑釁 或是主張論述 不管怎麼用形容詞 我認為根本是美國人給他的稿 是美國人給他的東西 他把他放進去而已 台灣的總統沒有這個 沒有那麼帶種的 沒有那麼帶種的民進黨的人 做政治沒有人到總統的時候 沒那麼帶種還跑去跟老共幹的 那這個內容就是美國人提供的內容 就是幫美國人當打手的內容 這是第一部分 我跟大家解釋 第二部分談到什麼產業啊 有的沒有一大堆的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文字的烏托邦 聽清楚文字的烏托邦 這什麼意思呢 這是他不會實現的 他在現實生活不會出現的 這寫了一堆華麗的遲早 什麼AI啊什麼一大堆啊 我講坦白好不好 當你賴清德在寫AI的時候 你不要忘記的 你的數位部 這個你民進黨的人 的前一個數位部的部長是誰 是唐鳳耶 唐鳳對所謂的科技的概念 就到歐阿米耍的程度嘛 怎麼可能一個歐阿米耍的唐鳳 會突然間跳到這個NVIDIA 黃仁勳的AI勒 那個胡說八道嘛 所以我說要烏托邦啦 我是這樣講 所以我評價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烏托邦 不可實現 一個部分是美國人交代 當這個美國人的打手 希望這是我的意見 委員要不要補充一下 當然我還是希望一個點 就是因為賴清德他的說法 其實大家最核心在注意的是 兩岸之間的關係 國際的問題 那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做事情還是要靠策略 絕對不是喊打喊殺 那那個策略的最高指導原則是 怎麼做對台灣 跟台灣人民最有利 你有時候你認為你的理想是這樣 然後你操作的太過 會不會是變成是朝向武統的方向去集衝 所以你要一個很平衡的方式 就是用比較溫和的方式去處理 我覺得那個才是對 所以我一直主張一個點 如何 我希望中的 我期待中的國家領導人是 如何在保有主權的情況下 讓兩岸能夠和平 我的前提如何在保有主權 所以動不動說我什麼舔貢賣台 我就覺得這個是一個很無聊的貌子 這是立場問題 你先怎麼看 不是啦 我跟你講喔 賴建人應該分幾個環節啦 第一個啦 他有談到說他到底現在做為總統 他的任務是什麼嗎 他分三塊嘛 他說我以前當醫生的時候想要救人嘛 對不對 說我從政的時候呢 我想要改變台灣 這是他的講稿 改變台灣其實就是台灣獨立 最後他說我現在的擔任總統了 我想要壯大國家 各位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原本我想要台獨 但是我現在已經有國家了 我就不用在台灣獨立了 那他的國家指的是什麼 他在下一段文字裡面 1996年的時候 他在講說什麼 就是美方的定調 台灣總共有五屆總統的這個 1996年開始 第五屆台灣民選總統 他是從1996年開始算 布林肯的文字 美國國務院正式的文字 布林肯寫出來 恭喜 Anthony Blinken 對應該是沒有 沒記錯吧 然後他說中華民國 台灣 所以他定調他的國家名詞 叫中華經國台灣 所以不需要再獨立了 以前那套沒了 但是中華民國台灣是從幾歲出生的 他說是民國38年 也就是千台奏 跟大陸的歷史做一個斷列 1949 所以他的中華民國 有我可以 但是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這是他的定調 這是第一件事情 再來第二件事情 他前面這個論述跟這個講稿 吳董剛才吳董所述 我反握一個概念 現在整個國安系統對沒關係 以及跟美國之間的橋梁跟對口 通通都是蔡英文掌握啊 你說吳釗燮也好 蕭美琴也好 庫立雄也好 沒有他智慧的空間 所以我認同吳董剛才講的 不可能是 我今天賴清德寫了一份講稿 洋洋煞說 屁屁哥拿去看啦 看可以嗎 不可能 他也沒這個能耐 沒這個動能 台灣沒那麼屌啦 沒有這個資格 所以應該是什麼 美國老大哥出院考題 來 今天一二三四 請你好好作答 這四個不要忘掉 然後寫完之後 老師請問這樣 考卷可不可以 是這種方式 所以你回過頭來喔 為什麼你說賴清德有這個底氣 不是說他有這個底氣 也不是說他奪台獨 是因為符合現在美國的戰略需求 我就問 以前賴清德 作為獨派教主的時候 作為台獨精順的時候 那時候 基本上他非主流欸 就是說他的意見 不是民進黨的主流欸 但現在為什麼成為主流了 跟我跟我講 這是天使地利人和 因為剛好在中美對抗極度強烈的時候 美國需要一個矛點 作為反制中國的一個重要的依據 工具跟工具 所以這時候賴清德原本 非主流的台獨思想 反而要上了一個主流的檯面 因為美國需要你現在做這樣做 所以他剛好湊到這個拼圖 拼起來了嘛 所以他是不是有講幾個 半導體跟軍工 各位你不要以為這沒什麼大不了 他說是世界的台灣 我問你賴清德指世界是哪一個世界 他講高理說世界的台灣 我跟你講這個世界就一個啦 世界只有兩個啦 中國跟美國啦 賴清德是什麼 美國的世界 半導體 相反是什麼 是全世界 美國日本菲律賓 都需要台灣的半導體 作為一個核心的出發點 依據甚至歐洲都需要 我們是這個重中之重 所以美國是不是希望半導體 支援給大陸 不希望 所以他是做什麼 說台灣的半導體 自己留著 中美 之間對抗 台灣作為選擇美國的一方 不要提供這樣的資源 包括未來的AI戰 是不是以仰賴台積電的晶片 你要講Cowars 你要講3D堆疊 都可以以我們的晶片作為基礎 什麼2奈米 1奈米 甚至到I米 所以這是他們的戰略標的 我們是中心 那他另外提第二件事情叫什麼 軍武 軍武現在是不是來了 日本是不是大量提供軍武給菲律賓 那未來日本會不會作為援助台灣的一方 會喔 他整個第一島鏈 為什麼賴清德提第一島鏈 因為在軍武這方面 是以美國為核心 美國的軍工為核心 台灣作為前哨戰 作為反對大陸 制裁反次大陸 A2AD戰略的一個核心的一個標的 第一島鏈的一個重點嘛 所以你以為賴清德在講那些 沒有 他只是在講一個故事 我已經完成了美國交辦的任務 未來我會完全以美國為核心發展一個 中心思想 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上 才有所謂的中華民國台灣 才有所謂的台灣 才有所謂的獨到極致的一個就職文稿 事實上不是獨到極致 是美到極致的就職文稿 中文字幕提供